今天和大家在AMWatt News里面 讲一宗新闻是昨天的旧闻 不过因为要等时间发烤一下 看看社会或者民情如何 我才再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 讲的是米芝莲 米芝莲公布了香港有什么升级餐厅 其实米芝莲在我心目中 可以说是一个选择餐厅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座标 就是他说哪间好 我都未必一定会去试 因为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去过都不是说很多 我去过几间米芝莲的所谓升级食库 我发觉它亦都有一种 有几统一的情况 第一通常都是黑猫猫的 不是很光猛的 第二他们都是很有规矩的 第三就是吃每一道菜 他们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的 第四就是吃不饱 在这几方面来说 其实没有对与错的 我只能够说 我自己可能是一个老土的香港仔 所以我就不懂欣赏米芝莲的 不过我前段时间去过德国 去过奥地利 去过一些欧洲国家 捷克这样 我发觉在当地的高级食库 或者在一些比较高价钱的食库 不要说高级 他们又不是这样的 其实在香港我去米芝莲的最深刻印象就是 你一走进餐厅里面 你那个人站得不够直走进去的话 其实已经好像有些罪咎感了 然后当他上每一道菜的时候 他会来讲得很清楚 那道菜究竟是怎样 再加上有一件事我会觉得相当顶印的 就是连一件黑松露 他都要给我看 这件就是黑松露 然后在我面前跑跑跑跑跑 就跑到饭里面 那这个就是黑松露的饭了 那究竟我想问 我来到我只是想试个真味而已 其实我只是想吃一个所谓 一餐我自己觉得开心愉悦的晚饭而已 究竟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么重要呢 再加上那个所谓经理 他教我喝酒的时候 他跟我说我的头一定要四十五度角对着个酒杯 才能够喝到这个酒的真味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扭到脖子 那你说我会怎样呢 好了 讲完一些高级餐厅 又讲一下一些米芝莲的所谓街头小食的推介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诡异的话题 为什么呢 我曾经去过一间 每天早上都有人排队的米芝莲推介的一个点心食虎 即是点心很出名的 那就真的排队了 每天早上都老外就在那里慕名而来的 不过我发觉走进去 我摸摸摸摸桌子是油淋淋的 那支豉油是未加的 再加上就是我们坐的时候 人和人之间是好像三文鱼一样 是一条一条但夹夹住的 那你说我那餐饭又会吃得到什么的米芝莲的好味呢 所以我经常都说 各处乡村各处例 究竟米芝莲他们的食家 是用什么的标准去衡量究竟哪些的餐厅和食府入选米芝莲呢 这个我无从契考 亦都没有一个专业资格去批评他们 我只能够说 就是我一个这么落伍的香港仔 对于米芝莲来说 我就真的不太懂得欣赏了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下次再谈谈